最小熟的幸運 原來我們和愛情 曾經靠著那夢境 那為我對抗世界的決定 這個深情的氣勢 該不會是在預告自己即將單飛 小記者聽說 JPM週末要合體 還真的是久違了 公公外傳要解散了 這不會是真的吧 對 有可能因為我 我們每個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這一兩個禮拜的時間練習 然後也給歌迷一個回憶 那接下來可能都以個人的專輯 或個人的戲劇作品跟大家見面 所以我們三個人 彼此也很珍惜這一次的合體 那留言就是真的了嗎 在阿薇婚禮貨幣前老闆 這個創意願該不會也是真的吧 就是原本比較少聯繫 後來因為在阿薇的婚禮上 就有聊天然後聊開了這樣子 就是有什麼誤會是嗎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誤會 就是 可能彼此工作忙疏於聯繫 你這笑也太尷尬了吧 應該是有我們不知道的內幕 不聊尷尬事了 聽說你最近跟很多小鮮肉 一起拍戲 會不會很有壓力啊 因為這一次 我拍攝的新電影 也有很多小鮮肉 就是 其實我們是演同一個年紀的 他們說你幾年的啊 我1989 然後說我1997 我1996 我就傻眼了 全部都是小我好多 但是我覺得跟年輕人相處 會讓我感覺到 回到那種青春校園的時光 其實滿好的 可是你比較娃娃的 應該只是不怕輸吧 嗯 不怕輸 你應該覺得自己還是小鮮肉嗎 自己喔 不敢說是小鮮肉了 但是至少還有一點 中鮮肉的感覺 這是一個不認輸的節奏嗎 那我們就期待電影 看你是不是真的沒有輸